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 今天20號我們一樣要來開一個小驚喜 沒想到已經20號了 也就代表說今天開完我們只剩下4個小驚喜還沒有打開 4個全部開完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過後馬上又要跨年 也就代表2019已經過完了 時間在過真的非常非常的迅速 魔玩7月多退伍了 怎麼感覺一眨眼的時間就已經12月底了 好啦廢話不多說,我們趕快來進行這次的小驚喜開箱吧 今天要開的20號是在最下面這邊 是一個長方形的格子 這次應該是車子沒有錯啦 前幾天的聖誕老人真的是一個意外 好啦那我們就趕快來把它打開吧 沒有錯,今天我們開到的真的是一台小車子 在好像後面的地方可以看到 這一次我們開到的車子就是倒數第三台的車款 就剩下最後一台了 應該就是聖誕老公公所駕駛的這台黑色的車子 既然我們已經開到了這一台 就來測試一下之前開到的聖誕樹 是不是比較適合綁在這種 後面有一個載貨物的這種車款上面 裝好之後的感覺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稍微比較合適一點 就是它這邊用到的是第二格 另外一邊用到的其實也是在第二格的地方 從正面來看,兩邊的高度就不會像主球車一樣 稍微歪歪的,但是其實綁起來的感覺 好像也沒有差太多啦 OK啦,那呈現的效果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那今天呢 我們的小驚喜開箱就到這邊 各個段落 一樣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每日小物吧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一樣是我們的火柴盒系列小車 就是這一台 福特的警車 這台呢是跟上一次我們分享的橡膠車 是同一時間購入的 我們剛好一次購入比較多的款式 畢竟有運費問題嘛 多一點車子一起收的話 就是分擔運費的概念啦 像這樣子的盒裝呢 在台灣是比較少見的嘛 我們前兩天呢 去玩具反斗城的時候 在櫃檯的TOMICA展示架上面呢 有發現這樣子的盒裝在販售耶 可是呢應該是去的時間比較晚了 所以呢剩下的都是比較冷門的車款 也就是推土機啊這些的款式 像這種警車啊 或者是一些跑車類型的授權車款呢 在火柴盒當中也算是非常非常熱門的 火柴盒在同樣這個系列當中呢 都會出兩個包裝 第一個呢就是這種盒裝 第二種就是吊卡 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但是呢 在玩具反斗城 魔玩看到這樣的盒裝是79塊 但是一般的吊卡呢要89塊 反而比較貴耶 魔玩比較喜歡盒裝的款式啦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收納方便 第二個呢 因為沒辦法看到實車嘛 所以呢 在拆開的瞬間會有一種驚喜的感覺 就是會充滿期待的這種感覺 而且火柴盒的做工呢 跟外面的塗裝樣式呢 並不會差到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呢拿到的都是跟圖片上面 是一模一樣的款式 所以也不用怕說 欸拆開來之後 裡面怎麼長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 好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趕快來把這台車子拆開吧 車子側邊的塗裝呢非常漂亮耶 完全沒有掉漆啊或者是塗裝不全的樣式出現 前面呢這邊寫的SKYBUSTERS 這次呢我們開箱過在後面那個地方 太空梭的這個系列 後面這個地方有一個MATCH BOX 就是火柴盒 前面呢這邊側邊的地方呢 有一個小小的景色編號 所以呢都是透明藍的這種樣式呢去呈現 車子的細節呢保留算是蠻多的 稍微可惜的地方呢是前面的車燈 以及後面車燈的部分呢是沒有塗裝的 側邊的這個方向燈倒是有做出來啦 前面的方向燈也是有的 應該是成本的考量啦 有了大面積的塗裝呢這些比較小的細節呢 就會稍微忽略掉了 摩安是覺得也不影響到車子本體的表現啦 整體來說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看一下底部的資訊 除了車款的介紹以外 摩安發現了在製造地的前面有一隻大象耶 是不是因為是泰國製造的關係呀 我們來看一下之前開箱過的車款 這台好了這台也是火柴盒的 在產地的地方這邊 喔也是有出現的 真的耶真的也是有出現 我們再拿一台來看一下好了 這一台NASA的車款 稍微比較不清楚 這裡有 這台也是泰國製造的 欸大 欸有在這裡 真的都會有一隻大象耶 所以呢這算是火柴盒的小彩蛋嗎 只要是泰國製造的 在前面都會出現一隻大象 不過這樣子說起來 新款的火柴盒系列 摩安好像也都是拿到泰國製造的車款 像是風火輪啊 就有馬來西亞製造跟泰國製造 有分兩個地方呢去生產 是不是火柴盒這個系列呢 都是只有在泰國生產的呢 這個等摩安確認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做分享啦 好啦那這個呢 這是我們今天的小屋開箱啦 之後呢 一樣還會再有不一樣的玩具開箱 我是摩安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